林宅血案发生已经年代久远 证据难存 悬案未破 也因此数十年来 对于血案的各种议策推论 纷纭不断 当年最先回到林宅 及时发现抢救林家重伤大女儿林幻君的 是当时担任林英雄助理的田秋景 接着林英雄的多位党外友人 部署相继赶到协助处理 但面对这样的惨案 几乎没有人敢向林英雄本人说明 继续这个单元 透过走访当年的目击者 也透过见证人重返现场 让我们尽力还原命案发生后的遭遇 因为美丽岛事件 政府史无前例公开军事审判过程 1980年2月28号 美丽岛事件发生的第80天 军事法庭第一次开调查庭 所有带审党外人士的家属 一早就赶到景美法庭准备旁听 这时林英雄的妻子方素敏 惦记着家中的小孩 显得有些心神不明 他小孩在家里他急着回去 我劝林他还留下来 我说万一下午有叫到他 他看到所有的家属都在 只有他的家属不在 他就开始想 是不是妈妈生病 是不是小孩生病 是不是你生病 我说你留下来 我回去帮你看小孩子 田秋景再三安抚 方素敏依旧觉得不安 中午在军阀处的餐厅 打了两次电话回家 都没人接 焦急的他只能拜托 田秋景赶快回家帮他看看 身上没有多少钱的田秋景 一路搭着公车 从景美赶回信义路林家 已经是下午两点 我走到卧房的时候 看到幻觉趴在床上 脚垂在那个边边 上半身就躺在床上 脸朝着门口 脸色很不好 我就过去摇摇他 坐下来 我说幻觉幻觉 你怎么没有盖被子 在那边睡着 二月底也很凉了 他就气若有时跟我讲说 阿姨你不要咬我 我很痛 你哪里痛 我还是咬他 因为他好像一副那种昏睡状态 我说阿姨你不要咬我 我好痛喔 我说你哪里痛 他说你的背好痛 然后他有小空进来拿刀刺我 那我就探过身一看 就看到他的背上 有那个平行的 很宽的那个伤口 那我就再凑近一看 就感觉那个脊椎发凉 你知道吗 轻见幻君身上的刀痕 纯秋警警觉大事不妙 顾不得受伤的幻君 立刻跑到客厅打电话 向外界求救 幻君讲说 我要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叫他不要动 那他很害怕他 眼睛也不太能够张开 就非常小声地 一直叫我 已经有寂静那种 好像有点快要哭出来的声音 说阿姨你不要离开我 但是我不去叫电话不行 我就用跑的踩得很大声 让他知道我还在屋子里 我说幻君 我要打电话喔 你不要害怕喔 然后跑到天后旁边 非常大声地打电话 打给那个 就请人家派救护车来 我先生蔡律师用照的来说 会发生事情 求情卡电话回来 说那个 您律师他家 他没说到很开始 说像发生事情这样 说更快的我们来去 靠喝喝水 跟看文雄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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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 但是田丘警突然想到 邻家的其他人呢 双胞胎呢 阿嬷呢 我一直问他 妹妹呢 他跟我讲他不知道 我连冰箱都打开来找过了 我很怕小孩子 桌迷藏是不是会躲进去 然后我问他阿嬷 她说不知道 然后我想下地下室找 就发现不对劲 昨天还好好的开关 一开会亮的地下室 灯已经不亮了 地下室的灯 怎么会突然坏了 田丘警心头一惊 凶手会不会还在地下室 极度恐惧之下 田丘警把邻家翻片了 就是不敢往地下室再踏一步 这时救护车到了 林桌水和康文雄也赶到了 田丘警就陪着林幻君坐上救护车到仁爱医院急救 离开之前还嘱咐林桌水 要找到阿嬷和双胞胎的下落 我在跟康文雄说 康文雄我们下去 然后吓到一半 就发现一个老太太躺在这边 走到这个地方拿起一把椅子 康文雄看到我拿椅子 也在桌上拿两个烟灰箱放在口袋里面 然后就转到这个地方 走到这里 家庭两间四间半间 这个整个柳子窝窝窝窝窝 电灰开了水窝 所以呢我摸这个椅子 脚压起来 对那个小门探 来这里留着瞬间的 看不出来了 这时在林家的人更急了 连阿嬷都被杀 双胞胎到底在哪里 大家心里只有两个想法 不是在漆黑的地下室没被发现 就是还在幼稚园没有回家 这现场已经都在红色砍起来 里面的路窗窗就有一堆极极怪怪的人 当然有的是便宜的 可能就是叼扎救的电影 这边 整半天在找没两个什么小孩 我说你去地下室找嘛 你去地下室找 说什么地下室的电灰派去 你去地下室的电灰派去 整半天就是不下去 就是不叫人来收礼 到要唱一首 张莉莉就是另外一个 法律师母所的助力 对外面靠靠回来 说他走去的机缘 找不到两个小孩 坚本不去的机缘 双胞胎到哪去了 所有的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等了半天 等到警方找来水电工 把地下室的灯收好 才赫然发现双胞胎的下落 对外面都很难 离开了 有关了 就像抱抱抱老公子 在头下 把手压开开 刮开 一个嘴开开 都这样 那时候腿都弄了 都要要稳住 一个是已经爬上公共楼梯 要去开那个铁门 嘴巴還含著一粒的糖果 一個是在最裡面的 那個角落燉在那裡 燉的這個樣子 我說燉著好像在媽媽的那個主公裡面 嚇嘛 啊一刀地面了 那小孩的小腳 白癡要去踏的 那老腿很清楚 腳印都要去臉 那老腿才到那裡 看那個小孩 他把那個髒掉 在這個角落 插進去 那個腳印我到現在都很清楚 那個腳印的小腳印 這樣開了 然後有上去 沒有下來的腳印 就表示那個走到不老 就走在那裡 我現在想起來很會 可是我如果比較有經驗的時候 門打開之後 最小得順一遍 英東對 看到那兩個人相信啊 英啊 就說了 我已經不成功了 你拿著 我愛你